然後我自己是熱音社的成員 然後在找 一樣是找那個活動的場地 就是非常的麻煩 然後錢的部分也非常的為難我們 我們如果之後可能有表演的話 在基隆社是這樣的一個場所 其實對基隆的學生來說 是非常簡單跟方便的 就是無論是車錢或者是車程 都不用花到這麼多的時間 座談會上基隆高中學生 親自向市長謝國良 爭取更多社團練習場地 建議師傅能夠活化閒置空間 讓學生有更多的娛樂空間 他們想要讀書第一個 絕對不會想要來基隆 因為基隆的 他們會覺得說基隆沒有一個 適切的地方可以讓他們讀書 然後定價起來 那像我們如果要做 段考前的復習的話 我們可能會選去路易莎 或者是就是比較高單價 然後又需要花錢的開會停 但是其實這樣就會導致說 在那邊但是有更多人來來往往 然後自己的專注力也沒有辦法提升太多 所以其實我們會比較希望基隆有一些黑書的東西 基隆社的運動空間有點少 那像臺北幾乎每個區都有自己的運動空間 那像很多年輕人啊 部長很愛運動 或是有培訓隊要準備比賽這樣子 有 有如果有比較多的運動空間 會對他們比較好 希望可以多設置一點 那還有就是設備的部分 運動通訓裡面的人氣 故障頻率其實有點高 那希望可以進去考驗這樣 我們能夠使用那些學校的場地 來給學長選擇一些表演的機會的場地 或許可以讓更多官方特製到 我們是有沒有能夠表現的地方 同時也給一些想要 或者是我們可以改到很剛講的推出中心 或者是圖書館 書店 讓我們能夠想要閱讀的人能夠留下來 市府教育處舉辦 基隆教育好聲音座談會 邀請各校代表面對面和市長謝國良對話 從K書中心 室內運動空間 及社團練習空間 學生們暢所預言 市長謝國良一一回覆 討論相當熱絡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 有一個場地 然後有一份固定的金額 可以讓我們去辦理我們自己 想要的成果發表會 然後可以展現自己 學生有很大的看法 因為學生會找不到管線 去提供我們自己的意見 那謝吉隆市政府 這次舉辦了這次活動 能讓市長聽到 學生們想要什麼 跟學校哪些地方 是需要做改善的意見的 我們一起討論了初中 國中跟高中 這個同學們在這六年期間 可能會需要的一些空間 不管是念書 不管是才藝表演 不管是音樂 不管是戲劇等等 青年朋友都是需要更多的空間 這是我很重要的任務 我給我自己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要打造一些內容 跟一些空間來 那我們希望吉隆市 可以成為更適合青少年 生活念書 還有就是學習的一個環境 我們一直都要打造成 各個年齡層都會覺得 吉隆市一個很舒服的城市 那很顯然的孩子們也好 青少年也好 空間比較缺 現在的空間 大家想一想 其實都是導向為長者在使用的 那我們希望稍微平均一點 或者是有更多新的空間 因為有更多空間四處 因為人口整體來說 而且學生人口是降低的 所以我們會通通的來盤點 做出更多的空間四處 謝國良承諾 學生們的意見 教育處都會列管 演藝可行性 未來他希望每年舉行三到四次 和學生們對話 聽取大家建言 讓師傅為青少年建構良好的學習 和宜居的城市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